讲这么多啦 主要就是说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一些工具上面 可以让你未来生活可以活过得更愉快 OK 那接下来的话 刚刚这个这一题 里面有几个地方可以变更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输入第一个之后的话 我把那个这个错误把它改变好了 把它这个 这个取向 这个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8好了 OK 这样就有了 另外底下资料也许把它置中好了 不然分散感觉看起来乖乖的 OK 那为了避免错误 我建议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边变成下拉清单 也就是这个地方看 直接干脆把这个资料倒到这边来就好了 所以未来 如果考试考到这一题的话 我希望一 请你先把这个做出来 二 请你把上面做成下拉清单 那怎么做下拉清单 第一个特别注意 下拉清单你需要把游标放这边之后 所以待会要讲下拉清单 请你找到在资料里面 有个功能叫做资料验证 其实下拉清单 你要做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从这边就可以了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那怎么做 一 请你把游标 放在 你要做下拉清单的那个储存格上面 二 找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点选它之后的话 它就跳出一个视窗 那当然呢 你我们的预设值 你会发现资料验证里面的设定里面 第一个 储存格内允许什么 任意值 什么都可以输入 那请你把这个任意值改成什么 改成 所谓的下拉清单 清单的话记得 就是任意值改为清单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的清单在哪里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直接选取什么 这个范围给他 有没有 来源就在这里了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下拉清单就出现 OK 那你就可以选1 1出来 选2 那这样他因为没有9了 所以你就不会选到009 发生错误了 这第1个 下拉清单 请各位 把这个下拉清单给建立起来 那做法1 游标放这边 2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清单里面给他一下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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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